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的左手边就是上海大名鼎鼎的华山医院 它全称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大名鼎鼎的张文宏教授 就是这个医院里面感染科的主任医师 华山医院是上海非常有名的一所 及医疗科研教育三位一体的综合性的三甲医院 也是这一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先锋医院 大家看 这个是医院的一个门 待会我过去 给大家到里面去排一下 这边这个人还是蛮多 有警察在这里 维持秩序 医院大门口车多人多 所以有交警在这里维持秩序 这个华山医院有好几个门 它是门急诊要到另外一个门 这边是一个专门出来的 人还是蛮多的门口 我再往前面走一下 看那个门 它是门急诊的门 这个上面写的是一个门走 华山医院 上海现在市里面人还是多的 车和人都比较多 华山医院位于上海市静安区 这里是属于上海的市中心位置 这个地段是非常好的 这是华山医院的总部 现在是到这个医院里面 这边是门诊 这个就是复旦大学 附属华山医院的门诊急诊大厅 前面那里有一个宣传栏 贴的是华山医院有名的医生专家教授的照片 我们也能看得到张文宏教授榜上有名 这个就是张文宏 然后他上面的标题是 国家级布市级优秀中青年专家 感染科主任医生张文宏排第一排第四列 我现在是在华山医院门急诊大楼的二楼 这个二楼主要功能是挂号 收费取药 我们现在看到最长的这一支队伍 这个是收费的 我们都知道这个医院里面 收费的一般都是排队最长的人最多的 因为收费处理起来比较慢 所以排的队也就比较长 这个上面功能齐全空间大 人流量也多 不过我从现场这里来看的话 其实和其他医院平时也没什么区别 跟平时比起来 因为这个人也没有特别读出来很多 那边河山采样点 基本上没几个人就河山了 这边是出口 这个人还是比较少的 这个是华山医院的一楼 这往前面走一走 看一看 这个是大门 这个是大门 这边是120的车 从这边出的 后来 这就是上海华山医院 张文宏教授所在的医院 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感觉这里面也很正常 和平时医院差不多 我感觉到了 我感觉到了 谢谢观看